字幕提供 Glenn I was right 這是在預告中我最喜歡的片段 搭配這段音樂 梁朝偉講英文也太好聽了吧 漫威終於稱得起 時尚最佳電影 這個百用不膩的宣傳詞 今天 我要來分享上氣與時歡傳奇的觀後感 接下來我會把片名簡稱為上氣 不會爆雷所以不用擔心 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的朋友 在這裡 我會分享電影跟影集的觀後感 還有一些電玩的體驗心得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主題 可以按個訂閱喔 這樣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我是Westwalker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氣由擅長獨立電影的導演 德斯丁丹尼爾克雷頓指導 漫威今年已經用小螢幕大膽的 在敘事方式上嘗試冒險 帶給觀眾更有深度的故事 但是第四階段的第一部電影 黑寡婦 還是打了一張安全牌 不過這次的上氣 加入滿滿的東方元素 終於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 期望之後的作品 也能夠至少維持這個水準 電影的一開場 就讓我們知道整個電影 將會實以什麼風格呈現 不受整個漫威電影宇宙太多的影響 編導們認真專心的說好一個故事 雖然電影片名跟主角都叫做上氣 但對於梁朝偉飾演的文武 這個反派角色的塑造 是最成功也是最強眼的 有時候他不用說話 也能透過表情演戲 讓我們看到迪士尼漫威影史上 最複雜 最能被同情的反派角色 而在片中他有中文跟英文的台詞要講 意外的是 他在詮釋英文台詞的時候 更有反派強大的氣場 至於電影的男主角 劉思慕飾演的上氣 表現得也不錯 他的角色能夠讓觀眾感到共鳴 並且該幽默時非常幽默 該嚴肅時也不會讓人看得出戲 看得出來他是有明星魅力的 而他跟女主角阿卡菲娜 有很棒的螢幕化學效果 看他們互動十分有趣 上氣的武功高強 但電影卻沒有讓他有主角未能的問題 我們能夠看到他在應付危機時 還是需要費一份功夫才能完成 說到他的功夫 由已故動作指導布拉德艾倫設計的武打場面 絕對是除了梁朝偉之外 大家看完電影後 討論度最高的部分 其中我最喜歡公車 還有餐館這兩段動作戲 星雲流水的武打動作場面 拳拳到肉 完全不靠雜亂剪監的方式欺騙觀眾 不是迪士尼漫威第一名的動作場面 也有第二名 至於為什麼我會特別說是迪士尼漫威呢 因為要比最精彩的武打動作場面 我覺得迪士尼還是沒有辦法超越 新鮮漫威刀鋒戰士的酷鏡十足 跟索尼漫威蜘蛛人2的創意設計 雖然上期到了最後第三幕 少了很多徒手武打的部分 給我們漫威一貫的視覺疲勞轟炸 也讓我想到黑豹的第三幕大戰 但索性上期沒有忽視角色的情感 在畫面中一次出現這麼多誇張元素的時候 還是能拉回故事的中心 很可惜的是外表最酷最神秘的反派角色 Death Dealer 除了電影前半段之外 就沒有太多表現空間 上期終於讓我們看到難得一見的 好萊塢高水準武打電影 雖然還是插入了許多漫威獨有的幽默 有時候劇情太過嚴肅時 會用幽默逗大家笑 這種方式我覺得有好有壞 在上期中 大多數的時候運用的蠻恰當的 但有一場在飛機上的戲 角色正在說過往的故事 突然天外飛來一個笑話 還真的一時讓我抽離了情緒 我給上期與時歡傳奇 四顆星 誰能想到一部由外國人拍的 東方超級英雄電影 也能夠這麼好看 漫威電影粉絲們絕對不會失望 而對於喜歡武打動作電影的朋友們 也絕對不能錯過 看完電影之後也能讓我們思考 要選擇別人幫你做的安排 還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呢 大家也喜歡上期與時歡傳奇嗎?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自己最喜歡的超級英雄電影是什麼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可以點擊畫面上的影片 收看更多觀後感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 熱愛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訂閱 這樣我們下次才能再度見面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